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释迦牟尼佛刚开始的时候 佛是那个时候要创立宗教 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学派 佛教 但是那个时候 所以很多人 这个很难的是 很多人不相信 他的观点 因为当时印度是由印度教作为主流 印度教 所以他很难去突破人们固有的知见 他不是已经突破的 不只是人类的生活里面 这种世俗的知见 还有印度教的很多知见都要突破 所以他就讲了很多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都是破外道的 破一些不正的知见的 现在我们已经学佛 已经你信佛了 已经佛都2600多年 你现在已经信佛了 你就不需要破外道 你在头脑中 有些知见都不需要学的 有些知见就是佛是 你直接信佛 直接切入去修正就好了 你做佛就好了 因为你已经相信佛 否则如果当年佛对着很多 学印度教的说 这世界是外法 这个世界外法是 我们妄想 就是妄想产生的 无名移动妄想产生的 你说那些做事会信吗 很多人不相信 他这种说法 就很多人觉得你有问题 然后他说元启法 大家还好一点 说中元居住产生 来信 说元启毕竟空 很多人就不信了 如果你 因为人力的 人力很脆弱的嘛 人力就是有时候力量很小 就是很 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念佛 不上名号啊 去相信有五方佛 相信有五方佛 那不是人编的 是吧 大有五方 要不然地球是个圆的嘛 东南西北随定的 对吧 我是举个例子 咱们不要说十方上下 以十方上下佛 都是以人道来做 就是以人力能理解的方式啊 这样是 然后给我们定了有佛像 对吧 你不是想像 你五方佛经常看的是佛像嘛 十方上下 都有佛啊 五方啊 十方我们经常不太 不说我们不太关注上下 只是东南西北啊 这些来去 东北啊西北这些 不太上方下方 就是不理会的 因为飞不起来 所以不会感觉自己飞多高 这种问题 所以他不会关注上方 也不过下去 下不了地底下去 不能动地 所以他不关注下方 他横着走 所以只关注东南这几方嘛 其实 就是众生很脆 所以要依止一些东西嘛 当你相信的时候 你要依止 就是诸佛菩萨的加持啊 或者他们的感应啊 相应啊 或者是一些 因为佛菩萨在成道以后 他们法力其实很大的 而且他们又有阅历嘛 他发愿要帮助众生修行 有遇到困难 他会指点弥精啊 提醒啊 或者加持啊 尤其洗澡 就是密宗有灌顶啊等等 我相信这些力量 还是众生依靠一下 还是没问题的 可以 但也是梦中世了 你是空性里边 你没有你 那给谁惯了 告诉我 是吧 但是你在那个过去 就被迁移出去了嘛 你又回到了六根六成里边了 你说相信你是空性的 你只能坐两个小时坐那 一回到四是吧 马上你 有人如果骂你 你就马上从空性出来了 那就是骂我呢 是吧 他提我名字了 然后打我呢 我疼是吧 痛觉 再加上 有时候骂你还没 骂你你又不痛 但是提你名字你也不舒服嘛 是吧 那种不舒服有时候还挺心痛嘛 不是 这种这种认知 随时会添移出来 所以在这个时候说 我很辛苦 比如失恋了 生意失败 很多人世界的事 那都本来是梦中世 但是 你在执着的时候 诸佛菩萨也帮你解决梦中世嘛 其实诸佛菩萨知道 你能就是在梦里边的生意 但你过不了那个坎 你解脱不了 你回不到空性 安住不了 安住在痛苦里边去了 很多人说 老师我 我是很长时间安住在痛苦里 我不是安住在空性里 说空性里边也包含痛苦 所以我这也算空性 但我问你 你为什么痛苦 是吧 是吧 为什么你安住 长时间安住了 是你有个纠结的东西 没打开 是吧 比如说 觉得这个世界是黑暗的 这个世界是邪恶的 这个世界是 乘坐坏空 生老必死的 这个世界是绝望的 你这种认知就是灰暗的 你这种认知错的 因为你已经 你安住在痛苦里 是安住在能见 见闻觉知里了 你并不是 痛苦是个情绪 为什么你痛苦 肯定是有人伤害你了 是吧 你才痛苦 或者是你自己 对这个世界失望了 其实你已经回到了耕城 你才安住在痛苦里嘛 你没有安住在 无形无相 你是无形无相 这个之间里 因为你是无形无相的 里边没有人 没有我 你怎么能朝世界安住在痛苦 肯定是在之间上 你已经移动了 没有死死的定在那 或者你是快乐的 你也是 当然说你认为 你肯定是快乐的 是吧 那也是肯定安住在 能见闻觉知里了 但是安住在痛苦里 比较难受 安住快乐里 就瘦了 管他是快乐 安住快乐的 你一般不问 你一般没什么 因为快乐 你就过去了 是吧 但是你认为你在快乐 也错 因为其实空心里面 也没有任何情绪 包括你的状态 什么你都不能定义 你都不能定义 死死的这样安住 一段时间 才能起作用 你三秒钟 就不起作用 你不要以为 你安住了三小时 我怎么没变车夫 我说你这太难了 你这三小时 又不是吃宽缠面 就是 还在如果你空心 这个角度来去做事 那就是在日常做 能见的所见的 肯定都是假象 那都是那个人力做的 因为你不是人啊 一开始你就不是人力了啊 既然是不是人力 你能见的就是人力看见的 你人的眼睛嘛 那不是空心的眼睛啊 你不是佛眼啊 你是人也看的 人也看的就是假象 你在人世界要修行嘛 虽然人力 在人力人道 这是真的 所以你才被动嘛 因为对你是真的 因为你是个人 如果你是个人 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虚幻 知道吗 你是如来才虚幻的 是吧 因为佛眼看才虚幻的吧 因为佛眼看世界 就失控啊 什么就虚幻了 现在人力看 这真的太虚幻了 这现在就是下午 你看太阳还照得我们 看不见是吧 那你要是安住在如来的空心 那在日常生活中 能见的 能闻的 能听的 六根见闻觉知道的 外城内六根 六根六根 还有身心体验道的 嗯 却别弹 别弹 别弹 假的呗 先把它放一边去 是吧 你要是 但是你说 老师不能不弹 我今天肚子弹 是吧 那咱就治肚子 治完就拉倒 是吧 我今天肚子都吃药呗 是吧 或者是我是爱救呢 或者是什么 我去看看是什么原因了 大家 必要看 这个是生见 是大家最难熬的嘛 绝受嘛 我受不了 至于情绪说 我今天很烦 我今天刮楼卷风的 我今天很烦 我今天刮台风的 地震的 除非很剧烈 已经说 那你很剧烈的时候 你肯定是在肢阶上 又出问题了 你把自己 当成那个女人了 当成那个男人了 如果你在肢阶上 不能要认为 你怎么一点自信也没有呢 是吧 你是如来嘛 佛嘛 在这场生活中就是 都假的 反正有一段是 但是刚开始修炼 这段时间 你还头脑都生法相 还被欲往西气牵引 还被诱惑 你要挨住在空性 那个状态啊 就比较难 随时会牵液到 人到这个三维角度了 做人 而且做一个很难受的人 因为越凶佛没成 越凶人 人家别人看你怪怪的 你又是 又没有成就感 价值感 是吧 人也做不了 这段时间比较难受啊 反正很多人骂你的 很多人说你不务正业的 很多人说你没用 反正说啥你也不是你 反正你不是人了是吧 人家骂他就骂那个人呗 你可真的 这不是 这很结合密终的 修本终的 那妈 你是本终了嘛 那你没关系了是吧 是不是 你是本终了 你不是那密终那种 修大威德金刚啊 修什么马头冥王啊 看见门 进门的时候 看见那个门框不高 还得 因为马头冥王的脖子长嘛 他得把脖子歪一下 因为他习惯观想 他是马头冥王 很高的嘛 要不要歪一下脖子 才能进来 其实不 其实那个门离他头很远的 因为本终嘛 他是本终嘛 人家就观想到那种程度 时时刻刻就 人家就是本终 那是观想 他是希望得到 马头冥王的 加持相应嘛 因为 心情少 没办法相应 不知道马头冥王 想啥呢 只能心事少相应 先修 魔法 他就是马头冥王嘛 或者是 但这是一个修法了 反正这种之间 你说你是空性的 无形无相的 你的空性里 你就在做 你是空性 无一法一无一 那这个肉体 这个女人就是个假象 就是幻境 在里面的幻境 是你当年一念无名 投胎搞出来的幻境 是吧 里面包括三个执着 父母 父亲母学 再加上你自我 我的执着 父母的执着 父亲母亲的执着 这三个执 就三个执主 执孽 所以你要放下 这三个执孽 这三个执孽 实时都把你切进去 有时候觉得像你妈 有时候觉得像你爸 有时候觉得像 那切进去 就 他能吃满一大堆 然后受苦受难 而你只要被切回到三维 你就受苦受难 因为三维是个生灭法 是个时空 生灭时空 承受坏空 生老病死 每天叉那叉那变硬 一切都靠谱 靠谱 靠不住 亲戚一群爱情 所有的都靠不住 因为它在生命里面 叉那叉那变的过程中 你能抓住啥 是吧 所以你就受苦受难 在那边 但是你回去了 所以你就 哈哈佛菩萨救救我 我又回来了 又又掉回来了 佛说赶紧回去啊 但刚开始 你这个状态 爱住不了多久的嘛 是吧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有时候十分钟 有时候五分钟 就走回去了嘛 就经常这样 人道的东西 更有力量 觉得 活生生的 但后来慢慢发现 那边就有力量 你修一段时间就可以 不是 都是直接 啊 你继续修嘛 但是跟不信佛的 不要这样说话 说我不是人 哈哈哈 这种说话 大家就 因为不信佛 就觉得这老师有问题 啊 但其实这是最快的 嗯 嗯 嗯 我觉得我刚刚学的时候 我学习还有力量 今天越来越学习有力量 那么有时候 有一个进步 就是在 空性里面不需要力量的嘛 你就安住在你的肢间上 满心欢喜的上座 我一直说满心欢喜的上座 法喜充满的坐在那儿 想想你是佛的时候 大家不要想你是个佛 想哪种佛啊 不要定义 然后呢 这种力量没力量 有力量没力量 始终是个分别 因为从最初的元气 来自于你的妄念 你的妄念成你 你的迷失来自于你的妄念 你现在刹那刹那妄念 刹那刹那迷失 刹那刹那做梦 维持你这个梦境 嗯 你安住在那儿不动 身心不动 你把人类的起心动念都放下 你的妄想就停了 妄想一停 你不是如来吗 你是佛呢 我爱他怎么样 到时候你肯定知道 你不用我在这儿啰嗦 你可会说了 你是这样的 你是那样的 随便说了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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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